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法军未经战斗 即占领战略要地梁山 法军进犯文渊州 首将杨玉科历战牺牲 清军纷纷后撤 法军城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 由于潘顶身挟战 导致法军深入贵北 清廷免去他的职务 在清军中 数有威望的袁广西提督 冯子才授指督办广西关外事务 冯子才赶到镇南关后 根据清军内部派系滋争的情况 对诸将昭义民族大义 令众将感动而团结一致 冯子才得以统一指挥协调各军行动 这个时候 法军因为兵力不足 补给困难 已经从镇南关退回民渊 事机再不返 冯子才亲自拔山摄水 堪拆地营 以托有利地势 救足起建固的防御公事 形成一个原备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 15日 冯子才得息法军将京球波闸求封 网徒从侧后爆炒清军关前艾阵地 他急调兵力前往球波和求封 挫败了法军迂回企图 19日 有人密报法军将入关公龙州 凤子才决定先法制人 21日 他率王孝琪军出关野集民渊之敌 极战警日 闭财甚多 极大地鼓舞了清军斗志 增强了珠暴的信念 3月23日 法军前线指挥官李格里因民渊受集 老修成怒 九集了二三千侵略军 集起梁山之众 直撲关前艾长墙 准管之前他曾经观察清军的设防 知道清军公事坚固 但是他受报复心理的驱使 大声激励暴衆 若让发购灾入关 我们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 活得又有什么意义? 张士们深受感动 戒细与长长驱死 由于清军肉血粉战 在炮弹如雨点般 倾射入阵地的陷阱下 他不退缩 法军猖狂进攻 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只好收兵 尼格里仍迷信武器装备的精良 还要拼死一搏 第二日来明 他先派副手 爱以明家宗教率一股法军 成龙墓尼曼山野之时 攀登大山头 已迂回偷襲清军大青山大堡 然后居高临下 配合正面攻击的法军主力 夺取清军关前艾阵地 第二 当地山路曲折崎嶼 观目重生 外以明家的法军 被地形搞得像盲头乌鹰一样 乱冲乱撞 转了半天都找不到攻击目标 只好沿沿路返回 而尼格里以为偷襲得手 逼不及待地 将全部兵力派上正面冲锋 法军在炮火掩护之下 向长长推进 炮弹在冯子裁身边 不软处爆炸 清军担心主帅安危 劝他退避 但冯子裁长茂插地 窥言不动 亨唱林言地说 怕炮弹还打什么仗 我是灵死都不会退 谁退的就是动摇军心 法军这时已抵达长长之下 有些已从长长缺口爬入墙内 冯子裁见到就近迁敌 转手围攻的时机已到 就下达反击命令 稍时间 浩角遼量取代炮星沉门 箭古雷德震天响 只见苏法斑白的冯子裁 大敲一声 掀两个儿子 首先迟矛冲出场场 直奔法军 清军主帅士见到主帅连老 都愤奋不顾身 都觉得好感奋 一起杀出 奋挺大夫崇如云 同聘一死徐将军的动人场面出现了 清军和法军进行白刃格斗 法军的枪炮不管用 而清军的刀矛却大显威力 双方在关矮前战得难分难解 但清军毕竟人多势众 以十倍二十倍于法军的兵力 猛压过来 法军主力被打退 这时 卓号王老虎的青将王德榜 在击溃法援军 消灭他的运输队之后 又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之后 配合东岭的陈家 掌忠汉军攻击法军 奪回备占的堡垒 而清将王孝琦 亦都已经击溃细岭的法军 而且包抄敌人左侧后 法军三面受敌 而在敌后 关外游勇客民迁渔 民逢子才新鲜士卒 亦都来作战 襲击后方 清军于潮水般冲向敌 法军在四面打击之下死伤数百人 胆弱将尽 后缓断绝 尼格里只得下令作梯形阵势退却 法军残暴狼辈逃到民渊 又退回亮山 企图重新积蓄力量反撲 但逢子才 怎会被尼格里喘息的机会 他便率清军乘性追击 二十六日克服民冤 二十八日在激战中 又将尼格里击成重伤 二十九日突襲亮山 法军士气沮丧 又疲憊不堪 代指揮外耳明家下令 毁坏各种军用物资后 棄成疑逃 清军和黑旗军继续追击 又在谷虫 威波 长庆重创法军 绞获各种枪炮弹药 不计其数 法军第二女团精銳 色被殲滅 与此同时 黑旗军和清军 在林瑶也取得大折 抗法战争 在中方胜利在望之时 清廷却和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令越南成为侵略中国西南基地 宝贝 2 1